xD Hola 大家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幾雙 我平時比較少在我頻道分享的鞋款類型 那麼也是比較適合秋冬季的產品 同时也算是最近才发售或者即将要发售的一些新品了 再有就是搭配上鞋款配套的一些服饰产品 三个品牌的鞋款有三个不同的审美取向 OK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产品 就是这一双Danner 鞋盒长这样 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这个鞋盒就很用心 然后货号在这边 感确可以结评看一下 这一双是Danner和MWonder联名的一双Danner Lite 这双鞋的颜值就这样子了 我不知道你会给它打几分 我还是挺喜欢Danner Lite这一个鞋款的 或者说Danner Lite这个鞋型 应该是Danner品牌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这一个鞋型 我知道很多人会喜欢Danner的那一个MWonder Lite三光 那个也算是Danner起家的产品吧 因为Danner这品牌从1932年到现在也有90多年了 我觉得它也算是一个比较老的老牌 跟很多美国品牌一样 最开始也是接一些军需品的订单 然后才能有这样的机会发展到今天 那MWonder Lite的前身叫6490 它其实是在1973年的时候诞生的 那个时代开始就已经是比较盛行 户外活动户外运动 什么远足徒步之类的 这样的一些事情 所以说Danner抓紧了时机 在军需品之外的一些领域 开拓了一些新的产品 到1979年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决定 直到今天看也是 就是他们跟Gortex公司 然后出了第一双有Gortex科技的靴子 就是这一双Danner Lite 那我手里这双也是有Gortex 手工缝制的靴子 从工艺的角度讲 只要你鞋身破损不是很严重的话 鞋底磨损掉 按时换全新的底上去 理论上它是可以赔你一辈子的 当然每个人的脚都不太一样 理论穿鞋就坏得特别快 这个也很难讲 这一次跟N-Wilder这双联名 我觉得它的整一个审美的水平 还是比较偏向于N-Wilder品牌 虽然它整个鞋身的造型 没有做任何改动 依然是Danner Lite 非常经典的造型 比较大纹路的V底 然后比较重的鞋身重量 这个重量真的是 一只脚大概800多克 我觉得稍微有点夸张 如果日常不是很习惯 穿皮靴的朋友的话 可能要适应一下 但是它的脚感还是很有保证的 这一个一如既往 比较好设计的鞋圈 这一个鞋圈还是2E的宽楦型 所以它比较适合更多的脚型 再一个就是Danner 它自家的这一个招牌的半掌鞋垫 这个也是大大提升这双鞋 脚感一个很关键的元素 外身这一层 灰色织物里面是有格纹的纹路 这个纹路效果是有反光的 跟鞋带的里面这些反光条是一样的 功能性 使用性 以及审美的这种视觉效果上 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比较能够保障到Danner自己品牌 这一个硬派的户外造型 同时多了一些M-Wonder这个品牌 给到更多都市使用的一些美学质感 看来上角效果 那么这一身搭配的裤子 是来自Dirty Talk的那条Double Knee 我觉得这一次裤型做得很漂亮 非常适合这种硬派的靴子 那么上层搭配的外套 就是这一次联名的另外一款产品 他们这一次联名 其实也是属于M-Wonder这个品牌的 22秋冬Collection里面的一部分 这件Parka外套 码数还挺大的 衣服的设计逻辑 包括它的这种设计美学的质感 都是比较符合M-Wonder品牌 一直以来给我的感觉 那这衣服原型呢 是以40年代美军的这种 3D年的帽式案为原型 同时加入了一些更现代化的改良 把它做成一件Field Parka 有点像野战外套的感觉 版型也是比较偏大的 我身上这一件呢是M号的 其实我这个身高 这个体型穿S或者M都可以 M的效果呢 大家看画面上就这个样子 这衣服上还有蛮多细节的 虽然一开始呢 我本人对M-Wonder这个品牌的服装线 并不是特别感冒 算是我个人的一个小毛病吧 我不是很喜欢在衣服上的缝线 采用明缝 而大家可以看到 M-Wonder就特别喜欢把缝线做明缝 并且它这一次的缝线 装骨线里面的其中一条是反光 这也算是一个品牌招牌设计了 但是它这一个反光效果 在这件衣服上 我并没有觉得有很多违和感 相反还挺亮眼 帽子上的这一个四合扣呢 有一个比较轻微的收紧效果 我觉得了胜于无吧 比较有玩味的设计点 帽沿这一圈呢 一直延伸到领孔 在内侧都做了这一个反光格纹的内衬处理 它同时也能给帽子做一个硬质的支撑 整个帽型会维持得更加好看一些 腋下会有几个透气孔 这件衣服上身效果 其实就是一件Parka啦 我觉得它版型不是它最出彩的地方 我更喜欢的还是它材质 这件衣服的外层布料呢 使用的是Cordura 就它比较耐磨 但是它的Cordura不是做包包的那些Cordura那么粗 它更加细密一些 更加的紧致 手感是非常好的 不过它稍微有一点点吸毛 如果你是养毛的话 那你要注意一下 Cordura这个面料的一些基础特征 或者说是面料特性 我觉得不用过多介绍了 耐磨抗斯列都最基础的 另外一个我更喜欢的是它的内衬 用了这一个Poroatec的Alpha Direct 抓绒的内衬 这整件衣服的保暖或者扛风性特别好 它结合Cordura这个面料 大冬天穿真的是非常的有安全感 并且得益于它这个宽板板型的设计 整个舒适度也很不错 唯一一个我觉得稍微一点遗憾 就是它的口袋只有两个 如果它能多一些口袋会更好 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些小吃心 OK那么这就是简简单单的 比较OG造型的一身 Danner这双鞋的发售 现在官方没有明确的一个公告 但是我听说的消息 是在月中大概16、17号的样子会上市 其实海外已经上市了 可能由于物流的关系货还没有到国内 所以大家需要先等等 OK再过来第二个品牌的鞋款 来自意大利的RA Hiking 货号在这边 这个是在Essense上购买 所以它会有Essense的鞋标 RA的鞋标在下面 这双是Catharina 那我买的这个Catharina 这个配色 22年的Drop One 它带点Boken D红 加上白色的鞋面 以及黑色的鸭胶 我觉得它这个配色还是挺漂亮的 不知道你会给这个鞋型打几分 今年的Drop 我本来想买一双高帮鞋款 但是没买到我的马术 后面就买了这双D邦的 我觉得也还不错 不过如果真的是对于户外使用性来讲的话 相比起D邦 我会更倾向于选择高帮一些 D邦我觉得更加适合城市使用 RA Hiking这个品牌 其实它是来自意大利的这个Slam Jam买手店 或者说叫潮流创意团队吧 联手著名的鞋旅设计师 Maurizio Quaglia 我不知道他的意大利文是不是这样念 其实当Slam Jam开创这一个RA Hiking 本来想的是为了丰富自己旗下的品牌品类 或者说是把自己的一些lookbook 在穿搭方面有更多的一些尝试 因为他们可能找不到特别合意的鞋款 所以就干脆自己做一些出来 没想到RA这个鞋款 在2015年开始 到现在越来越火 甚至在今年推出了服装线 不过今年的服装我没有特别感兴趣 是设计好看 希望能够有实体店详细的去试一试才能决定 只是看图片的话确实给不了太多评价 鞋款除了有好看的造型之外 上脚的感受我觉得也是有扎实的制鞋工艺 不知道你们最开始看到RA Hiking这个鞋款 会是在什么地方 我印象中的话 应该是跟Matthew Matt Williams的一些走秀有关系 最早他也是在他自己的秀场上面 频繁的使用RA的鞋款去做搭配 后来他甚至也跟RA有一些联名 RA Hiking进入时尚圈的视野很大程度 或者说相当一部分功劳是归功于Matthew Matt Williams 后来有跟Fragment Design联名过 也有把Stuicy拉进来 到时尚到街头 甚至后面还有Brain Debt的一些青年文化的一些品牌都有 最近一个让我比较感兴趣的RA联名 应该会是跟Accord World的联名的一个系列 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 当然他除了联名之外 其实他自己也有做一些很有意思的设计 比方说有点像早年间 先锋老祖CCP的那个低胶鞋 然后再加上他自己会有做一些整理满面料的一些鞋身 RA还蛮敢于去尝试一些新材质去做鞋款 除了鞋身的这个扩型感 有比较先锋的造型之外 他在材质上也能很贴合这些先锋品牌想要达到的效果 除了有户外感 有功能性的造型感之外 也有一些浓浓的科技感 那么其实我在看了RA这么多年 我才决定买 也是因为一开始我不确定这品牌 他们到底做鞋出来是为了好玩好看 就是没有什么功能性 只是为了搭配做了一双鞋 还是说他们真的是有真材实料 可以穿去户外玩 实际上我买的时候我发现 他们在制鞋方面还是很严谨 很认真的 这双鞋是意大利制造 然后它的材质选料的这种配色感 以及材质的结实程度 包括制鞋工艺的这种扎实程度 我觉得还是对得起这个售价 当然它售价确实不便宜 鞋身还是蛮多小细节的 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 首先就是这个博肯蒂红的配色 这是我买这双鞋一个很重要的点 因为在这一季之前呢 Catharina这个鞋款的配色 还算是比较的有攻击性 那么到这一季呢 它变得更加的贴近自然 更温柔的一些 均色淡紫色 然后加上博肯蒂红的这些 我会更加的友善一些看起来 再一个就是这一个材质 它选用了沙滋密度特别粗的尼龙面料 然后它是有光泽度的 所以在不同角度上看呢 它的视觉效果还不太一样 再一个就是内衬这方面 它选用了丝绸光泽质感的 光滑到来也比较贴脚 整双鞋的这一个包裹感受是很好的 它的鞋楦也是比较的宽 所以应该还是蛮适合大部分脚型的 不过这一双鞋呢 因为我担心它欧洲鞋嘛 还是会鞋楦偏瘦 所以我买的马术跟我通常买少人一样 都是买以赤脚大的一公分这样就刚刚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双鞋 鞋底设计过于扎实的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 它整双鞋基本都是外底包上来 你没有看到什么中底缓震 这鞋位置其实它是一个泡棉 但是特别薄 中间这里一点点 后跟就是这个小三角的位置 这里是软的 那么其他地方全都是特别硬的 跟外底一样 所以导致这双鞋它就很难弯 这样的好处当然是在户外有比较好的防御性 然后包括这双鞋底也会比较耐用耐磨 但是不好的一点 就仅限于Catarina这个低帮款式的 它不太跟脚 就是它的鞋底太硬太厚实 然后这个鞋口的位置很浅 你的脚传进去的话 它踩进的位置大概就在这一个中底上面一点点 因为它有个鞋垫的厚度 所以你的脚穿进去底顿上只有这么深 然后虽然说它这个后跟甜棉的包裹性 甜棉的厚度都比较多 但是如果拉的不是很紧的话 其实它还是有这不跟脚的情况出现 把鞋带完全拉紧之后 这种感受会消解特别多 不过这又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鞋带剩余的部分会特别长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跟高帮鞋共用的同一款鞋带 可能因为原材料的关系 没有给低帮鞋配低帮专用的鞋带长度 会有一点点不便 不是什么特别要命的问题 只是一点我个人觉得 在使用上不太愉悦的小体验 其他就没有太多 我觉得有任何毛病的地方 这双鞋还是很漂亮很严谨的一双鞋 后跟这个提环是有点像安全带的那种 有光泽的内容织带 这一块是全皮的 一直连到后跟这个稳定片上 鞋垫也是这种有点湿绒材质的 它甚至可以刷色这个鞋垫 然后一切就是那种奢华低调 那这双鞋的搭配呢 配的裤子来自UNIQLO的加J系列的 一条羊毛混纺的长裤 我觉得它的质感呢 因为是有羊毛材色的关系 比较衬得上这种伯格低红的高级感 那裤型也是比较宽松的 因为我觉得这种类型的鞋子 配的裤子不应该太窄 或者说裤脚的位置都窄一点 没关系 它整个裤型不要太窄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那么上层的衣服呢 还是Loscasim的22秋冬的一件棉服 这棉服也是我今年最爱的外套之一 这一套呢 它得到了这个工厂的授权面料 Windstopper 然后加上了Thermalite甜棉 这棉服甜棉有120克 并且它加了Windstopper的防风面料之后呢 我觉得它整个衣服的防御性还特别好 Thermalite这个保暖绒呢 它其实有点仿造北极熊绒毛的这个效果 它是中空的 它有更优异的保暖性 同时它有一定的排斥性 相同保暖性的前提下 它可能会更加轻盈一些 当然我说的这些数据呢 都只是纸面数据 你真的要去户外使用 应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只是我觉得它的设计和造型呢 就更适合城市使用 因为它的整个剪裁cutting还挺好的 整个袖子的袖龙是那种插肩袖 那么它腋下拼多了一片三角形的裁片 让你的手臂活动更灵魂 整个穿上去它的袖龙这个高度 以及它的夹底呢 活动都十分自主 加上前面的有两个比较大的口袋 这个它们叫矩阵式口袋 装东西还挺方便的 不过它的衣服内部就没有口袋 所以所有的口袋做的外部 右胸口呢 是有多一个拉链 都是有拉链的这一点我还是很喜欢的 并且这个棉服呢 它采用还是双头拉链 大家在穿的时候呢 会更加灵活一点 我也穿了它去骑单车走了一圈 整个防御性还特别好的 对比起我没有戴手套的手部 以及面部来讲 这件衣服基本上没有什么风感 刚刚骑上车的时候呢 我会把拉链全拉上 那么骑热了之后 我把拉链打开一点 它袖口也有四合扣售闭合 把这个闭合条松开之后呢 其实骑车的时候 风可以从手臂这个袖口直接灌进去 然后从领口出来 带走一个份多余的热量 我觉得整个衣服其实也是很舒服的 一贯的NOSCA它们家的剪裁 是相当优秀的 那上升效果呢 我也是特别喜欢 熔灯我今年最爱的外套之一 那么如果你是今年需要一件 在城市使用的棉服的话 我是强烈推荐这件衣服 当然它现在因为太受欢迎 已经卖断货了 在等第二批补货 大家不要着急 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最后一双鞋款是这一双 来自AUKLY FACTORY TEAM FLASH 鞋盒其实挺简单的 没有太多特别的地方 我看到我买的颜色是这双黑色鸵鸟皮 这个也是我认为这一波发售里面 比较有质感的一个配色 这个效果比较急中我 不知道你会给它的颜值达几分 AUKLY这品牌可能很多朋友不陌生了 但是这个FACTORY TEAM 也是最近才出来的一个project 他们是跟BRAINING DEAD 这个品牌联合一起推出的一个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呢 其实主要是你要把AUKLY的一些 比较优秀的archive 档案款 再慢慢的给它带回公众的视野里 AUKLY这个品牌其实最早在1975年诞生了 它的创始人叫做Jim Jenner 最早他们其实是做一些运动周边 就是比方说摩托车的防滑把手 海球 自行车 滑冰 滑雪等等的一些运动项目 户具 大家也知道AUKLY的研发风格呢 一直都比较独特一些 他们家的审美有自己的一套体系 所以说研发的费用比较高一些 那经费从哪来呢 其实就要做一些更普通的款式 去赚这个研发经费 从这里也开始 AUKLY他们家独家的这个美学风格 以及他们对材质和做工的一些 独到的坚持吧 然而他一直有这个创新的思维 除了说在形状上 或者说设计造型上面 有这个创新的感觉 他们想要在材质上有更多的突破 所以就开始找这些钛合金的工厂 去帮他们做这个眼镜框 我在当时那个年代呢 工艺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或者说是方便 当时可能很多模具甚至都没有 而且他们家的设计的造型 或者说细小的部件呢 对于一些工艺了解特别高啊 所以没办法 他自己甚至收购了家 他专门做高尔夫球杆的工厂 专门来帮他做一些眼镜小配件 那当品牌正在红火的阶段 签约到了当时的顶流 就是Michael Jordan 那Jordan本人也是非常喜欢 Oakley的设计 他甚至在后面呢 还入股了Oakley的这个公司 我们一句说的话 应该是在95年 Oakley正好是上市的时候 然后他就入股了董事会 那在他代言的期间 其实也是无限佩戴 Oakley的一些眼镜啊 手表配饰啊 尖锋时 公牛三巨头 都有佩戴Oakley的一些眼镜 一些配件 我觉得也是挺好玩的 大家其实也可以在很多影视作品里面 看到Oakley这个品牌的一些身影 大家更加所熟知 Oakley这个品牌呢 还是眼镜户具这方面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在冬奥会上呢 不管是郭艾琳出一名 他们大概都是Oakley的防雪户具 当然他们还有一些archive的服饰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还有一些档案款的手表 都是一些比较不错的设计 不过这不是今天要讲的主角 所以就暂时不展开那么多了 大家如果对Oakley的一些archive 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关注Peter Eade 他从1993年任职到2018年期间 他都是Oakley的设计师 所以他有在自己的主页 分享很多过往的archive款式的一些设计稿 甚至他的设计思路 我觉得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不过奉劝大家玩archive呢 还是要有一定心理准备 因为毕竟市场上的单品品相 称之不齐 加上没有一个比较稳定 可供参考的价格 谨慎入口吧 看回这双鞋款 这双鞋款名字叫flash 确实有点筋肉感 尤其是在鞋底的造型 非常夸张 这双鞋呢 其实因为是复刻的关系 所以他已经把材质换掉了 OJ版的鞋底会是特别厚重 那么这支复刻版呢 把中底材质换成的Fylon 轻量化了很多 同时脚感依然有一定的保证 不过他的脚感呢 相比起平时穿的一些鞋呢 还是不太一样 看到从他的鞋底纹路设计 你就可以感觉得到 他们把品牌的形象 Oakley这个O 过于当成主角 反而牺牲掉了一些 鞋底纹路的实用性 你看得出来 他们不会有太强的 这种抓地力的效果 当然鞋底的橡胶蛮耐磨的啦 不过他的纹路设计 他的造型感 一切都是为了品牌形象在服务 防滑的效果呢 觉得Oak 城市使用 不要在大雨倾盆的环境 去特别光滑路面走 我相信你买这双鞋 应该不会在这种场景下 穿他出门吧 他更适合的场景 就是可能下楼喝杯咖啡 这种比较不走太远的场景 用他的整个脚感 大家可以看到 后跟这个包脚包特别高 他也不是包裹式的鞋底 他就真的是做到了 这么高的上翘 所以你穿上去 一开始不适应的是 他的后跟 前后掌高度差还挺高 不过出上脚的时候 适应一下呢 过后其实就还算蛮习惯的啦 他这个脚感还是蛮好的 整个鞋圈造型也不错 皮质结合这种太空棉的材质呢 整个包裹感受 加上防御性都一定的保证 我觉得鸵鸟皮的质感 还是很漂亮的 另外还有几个配色 其实我更喜欢的那一个 是有点灰绿色 然后他的反毛皮 是有挑花纹路的 那么这个鞋款搭配的服装呢 也是来自NOSCASIM 22年秋冬的几个新品 裤子是一条软壳加绒裤 裤子上呈效果我蛮喜欢的 因为他有一如既往NOSCASIM 比较皂白的立体剪裁 那么加上这一次这种 软壳抓绒的面料呢 因为他比较厚一点 整个立体效果会显得更加明显 更加夸张一些 同时他的裤脚也是有 可以开合的拉链 那么你可以根据 你自己当天穿的一些鞋款 来去调整这个拉链开口的程度 那么他就可以适配更多不同的鞋款了 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一个设计 再一个呢就是他裤腰采用了一个FITLO的磁扣 很方便调节 并且由于他是软壳裤的关系 也不太容易感受到 这个扣子会感觉 隔到你的肚子啊 因为他面料比较厚嘛 那么他的扣子和调节都是一体的了 就很方便 也不用另外去使用裤腰带 那么除了两个常规的口袋之外呢 他把后侧的口袋移到侧面来 拿东西的时候不用特别大的动作 很容易就拿到 我觉得整个裤子呢 还是在保证他们家这种比较酷 比较俐落的造型感之外呢 他在使用性上呢 其实也是有做一些人性化的改良和讲究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一条裤子 用上绳的外套呢 也是他们这一次新出的一个冲锋衣 是比较招牌侦察兵系列了 三拉链 这次依然保留着很好看 并且多了一些小细节 首先就是这一次的风衣面料 采用仿斜纹棉的整个面料呢 手感是比较厚实的 可能会有朋友喜欢 但我个人会更加偏向于 一个中风衣应该使用的一些 就是那种像是Gortex的 比较薄的合成面料 更加轻薄更加致密一点 我也不是说鞋纹质感不好 也挺好的 看起来有点有蜡布的感觉 这我自己的想法啦 那么另外一个很喜欢的一点 就是它三拉链里面呢 依然有一个非常好的收纳空间与设计 首先就是胸口的小插带 那么鞋插带上面 这次还加多了一个环心支带 有点像是攀山鼠的那种蕾丝mole的感觉 你可以挂一些小东西 那么底下有两个大口袋 是可以收纳一些比较大件的东西 拉开之后的储存容量还是很可观的 当然我也没有建议说 你要把所有家当都塞在衣服里面不背包 这个可能在外观上看也不会特别美观 只是说它有这样的功能去提供给你 我觉得就挺好的 这次还有一个比较特别 就是它主拉链没有采用双头拉链 我当时问了设计师 我觉得为什么这样做 双拉链不挺好的吗 因为他们这一次就换了个思路啊 采用了快踩拉链 这次快踩拉链是IDEO的 因为他们没有定到YKK 过期太长了等不了 IDEO这个我觉得也不错啦 你直接把它拉到头之后 用力一拽直接打开的状态 快速穿拖 我觉得也是蛮方便的设计 但我个人认为快踩拉链的使用呢 有点是炫技多过使用性 还是更倾向于双头拉链 因为毕竟你坐下来的时候 那个肚子会鼓起来一大截 如果你是下面能打开的话 坐下会舒服很多啊 当然他们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们这一次在拉链的基础上 额外做了两个扣子 两个四合扣 一个是在领部 一个是在胸部 那这样子呢 也是方便你在不拉拉链的情况下 可以做到一个简单的闭合 那当然这件外套的帽子 也是可以拆卸的 我个人觉得它拆下来的效果 反而还比装上去更好看一些 当然这个取决于你自己的一些使用习惯了 这大概就是今天的影片 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单品 都是我最近这阵子才入手的 关于这些单品呢 我就大概简单介绍到这里 没有想讲太详细了 因为我的体验时间也有限 如果大家还有疑问 或者说还想讨论一些什么的话呢 欢迎你们留言和弹幕给我 担心大家买不到 赶紧趁着过年之前 如果还有购物优惠的话呢 赶紧去购买一下 我觉得都是比较值得入手单品 当然希望大家都不用在家吵架 就可以直接买到了 那大概就是今天影片的时候的内容了 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 如果你有没有关注我 一定要点下订阅好吗 我是肉 我们下期再见吧